謝謝阿中部長 讓我們的家人可以順利返台回家 媽媽帶著小朋友表達感恩的心 孩子的天真無邪讓阿中部長陳時中就甘心 不可憐瞬間融成微笑 第一批武漢包機回台的台商 18號終於解除隔離 親筆寫下感謝的話語 孩子也手作卡片送防疫員員 檢疫所的醫護警察也很榮幸能夠做到零感染 部長在記者會結束之前 親自謝謝口罩實名制上路之後 因為健保藥局不只要分裝 也要提早開門還要被罵 我要特別的對於我們的藥師 藥寄生們表達我最深切的一個謝意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在前一段時間量稍微比較少 所以為了排隊為了要整理 其實他們受盡了委屈 檢疫所沒有再新增病例 外界都很好奇怎麼防疫的 其實衛福部在事前規劃 包括徵用場所動線設計 隔離措施都找了很多資料 同時也參考他國的做法 其中又以動線最為關鍵 除了進出的路線不重複之外 進入也會穿著防疫服裝 加上隔離者都是一人一室 減少人員的接觸機會 就能減少病毒傳播的可能性